因為就算是藥物,你也可能不吸收 但這種水是不可能不吸收的 它是一個鋼瓶 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給我幾個個案 這些例子的用法 你可以用這些 譬如貧血壓低的話 貧血壓低,你要保心 用甚麼顏色呢? 對,就是紅色,深火紅 用紅色 譬如你今晚針了 放在騎士樓那裡 等明早6時、7時開始 太陽曬到9時便可以喝 那瓶水 譬如那人是腸胃藥的 腹脹便秘,喝甚麼顏色呢? 喝黃色 OK? 喝黃色 如果那人氣管差,喉嚨發炎 記住,所有發炎的一定是用神 要麼是黑色,要麼是深藍色 要麼是深橙色 OK?所以就是藍色 如果是發炎的話 一律你身體發炎的話 一律是喝藍色的水 所以你要適光治療 皮膚發炎 很多暗瘡酒會幫你照 它會照藍光下去 但照在這裡 你當然是喝藍色的水 全身體去補好 適光治療多幼稚 你當然是曬下水 不僅是曬下水的皮膚 沒錯,你曬下水的皮膚 會導致這個和你的腎有一個連繫 但你只能幫到果泊 譬如如果乾不好的話 現在我們知道是甚麼了 乾不好的話是甚麼 譬如你經常累 非常容易疲倦 你喝綠色 OK? 綠色 你就用綠色去曬 然後去喝 如果腸胃鹽 按著 就等於兩個做法 如果腸胃鹽 第一,你要消炎 第二,你要補回腸臟 你的腸臟是喜歡黃色的 但消炎是藍色的 所以先喝藍色 後喝黃色 OK? 但記住一件事 就是你每天 每天只能夠可以有兩種色 每天只可以有兩種色 不可以有第三種顏色 一旦有第三種顏色 就等於用塞石擺在精脈當中 有人用磁石擺在不同的精脈 但當你擺超過兩粒 在同一條精脈 就已經抵消了 所以它是有指定的一些原則 如果你覺得想用到那種奇效 就一定要照著這個守則 譬如在上午的時候 就喝完這瓶藍色的 如果腸胃鹽 上午的時候就喝完藍色的 到下午之後就開始喝黃色 每天只中兩種色 但不能夠偷在同一杯裡喝 是逐支逐支分開喝 而實際上 如果你有另一些問題 就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首先給了五臟五虎的顏色 我們可以嘗試演變 應該會給你一個圖 記住 如果你真的想用類似這種醫療 你要找一個好的中醫 每一次看了你之後 他會告訴你你是乾熱還是血熱 還是現在你是神虛還是什麼 讓他能夠說清楚 五臟六虎是什麼問題 除了用藥之外 你用你自己會日的飲水 就知道用什麼顏色 但如果那個什麼都不說 我只是說他是天才 又說他是自己的神醫 什麼都不說 就叫你給藥打法就走 對於你的醫療就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找一個真是能夠謙卑的 告訴你 他檢查過你的身體屬於五臟六虎 有什麼問題 這樣你就會容易養生 能夠幫到自己 我們看圖14B 圖14B就是我 給大家看到五臟六虎要的顏色 乾是綠色 心是紅色 腎就是黑色 腎水黑 就是皇帝內經裡面說 所以我這裡說的是 皇帝內經的一句說話 腎是黑色 深藍色或者深橙色 灰就是金白 灰就是白色 皮就是黃色 你看到這些全都是用對於色寫的 但是另外他們相對的 肝膽就是相照 腎就是對膀肝 心就是對小腸 肺就是對大腸 皮就是對胃 他們相對的這個虎 膽就是綠色的 很容易記 膽汁就是綠色的 小腸就是黃色的 膀肝就是橙色的 大腸就是黃色的 胃也是喜歡黃色的 所以現在你知道中醫的湯水 和中醫煲的東西 其實是圍繞著這個東西的 以那個顏色去選擇那種植物 又或者很簡單 他選擇那種植物的根的話 他就會看整棵植物究竟的葉是甚麼顏色 如果整棵植物的葉是紅色的話 他選擇那種植物的根 那個根就保深了 明白嗎 因為它的根也是儲存了 整棵植物一樣紅色 散落去的深入幫派 中醫其實是用這種方法 去決定他們的中藥 在當時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當然因為我們也說 去分虛實、分陰陽 分錶類等 所以中國的湯水 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對比 但現在只不過是比你更加清楚 好,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我們看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想補我們的脾胃 我們再看這個圖 這個圖要出來才行 如果我們想補我們的脾胃 我們知道要補胃 又要補皮 你看看胃和脾是甚麼顏色 對,那你全日飲黃色就可以了 同時補皮 和補胃 好,如果你經常沒有精神 經常要捱東西 過爐 你想補乾 但肝和膽呢 肝膽相照 你要補乾 又要補膽 但肝和膽都是甚麼顏色 綠色 所以為何要補充 要我們吃綠色的植物 如果你不想有癌症 多點吃綠色的植物 因為很多人在肝有時才排不到毒 才會有癌症 明白嗎 所以原來你想 你整天累 整天熬夜 整天過爐 那你就喝綠色的 OK 全一瓶綠色的水 出街 其實你基本上會有兩瓶 所以不用說七色有光 不過你整個家人就不同了 總之你看自己的身體屬於哪樣 還有那段時間你想補些甚麼 那你就預先一天針定那種顏色去曬 例如這個人一號頻繁 很多尿的 師傅腺肥大的 他想補腎 但是腎和膀胱是相表類的 腎和膀胱是相表類的 但是你看到了 膀胱和腎都可以用橙色的 見不見 你全天可以用橙色 就可以補膀胱和已經補腎了 已經 如果一個人胸口偽悶 經常心跪 血液流通不順 有心管疾病 想改善心臟機能的話 心和腸是相表類的 見不見 心和小腸是相表類的 所以你就要做一件事 上週就喝紅色 下週就喝黃色 你兩樣都能幫得到 我們上次看看圖十五 除了這樣用 還可以用雙生和雙黑 即中醫的五行裏面 這個很複雜 這個不是一個符號 我們用簡單的方法 把很多東西放進去 第一 肝是金木水火土的木 肝是喜歡什麼顏色 對 這個圖已經是綠色 心是金木水火土的火 但是心是喜歡什麼顏色 紅色 所以這個圖 你一看 貼在家裡 就可以 可能失見證 你以為你相信太極以外 這是什麼 但是你用來記住它就可以了 這裡有很多東西 為什麼呢 這裡讓你知道的一件事 譬如肝和什麼是相表類的 旁邊寫著膽 肝和膽 見不見 對嗎 然後心是和小腸相表類的 皮是和胃相表類的 但是你會再看到 皮是負責你身體的肉的 你的身體有五種生命體 是由心肝皮肺神負責的 心是負責所有的脈 肝是負責所有的根 這裏就是工商各精語 不是指的 原來有人告訴我 是工商各精語五音 專門幫助這些慎苦 用聲音 現在你知道了 心是波頻 聲音是否一種波頻 聲音是一種波頻 所以為何聲音可以補這些慎苦 就是這樣 但是用聲音的比較間接 但是用水是最劇烈的 可以說是最王道的 所以你覺得中藥也是用水煲 煲給你喝的